佛经上有个记载 有两个兄弟 一个是两个同修 同门兄弟 一个是非常精进的念佛 但是他不修福 他不修福 不做善事 不出现 另一个喜欢修福 但是是个穷苦人 经常帮助穷苦人 但不念经 还不念经 那么这两位转世之后 有一天 一位出家人拿着空的佛 佛教里面拿着一个碗 叫佛去祈祷 结果经过国王的花园 看到一头披荆带领的大象 豪华的装饰 那是泰国的事情 装饰 是国王最宠爱的这头像 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个出家人 他是有些神通的 他已经修正了出家人 修正就是有些神通的 这个时候呢 他就走到 向着前面说 师弟啊 我们上次修行都修天差了 我没有修福 只是修智慧 落得长脱空脱 我要上哪个空的玩具 要翻 对不对 而你只修福 没有修慧 你今生生活无忧 穿金带银 有福报 但堕落到树上的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懂得开悟 我们如果一个人妇人 他不修心 有些人虽然虔诚的修心 但是他不去故事 其他都不管 这两种都不对 所以佛法界讲 众如是因 得如是果 希望大家修如是远 这才让大家吧 希望大家修如是远 接如是果 我们学博人一定要懂得 福贿双修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永远要舍弃小我 成全大我